我們可以利用所謂的比例來做 那首先我如果不知道這個圓大概多大 我可以假設它是10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就畫一個半徑為10的一個圓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10 enter 那大小先不要管它 大概就是先畫一個大 因為等一下可以用比例的方式 重新調整它的大小 那接下來我用複製 選它之後呢 點複製R那些選物件 按空白鍵 然後呢直接往從四分點換到上一個四分點 就畫出另外一個圓 那這邊的話我可以用什麼呢 切切 因為我知道半徑嘛 切這個然後切這個 切兩邊然後輸入10 半徑的話就10 enter 那另外兩個我可以選這兩個 然後用什麼呢 用近色 直接選這個圓的中心點 往下抓垂直的 按空白鍵就可以 那再來的話 舉行 舉行我就特別注意喔 我的舉行是在這個四分點 跟這個四分點 兩個會會齊 所以這個是雙追點 前面有講過嘛 雙追點會兩個線段出現之後的話 點一下 然後呢再移到這邊 第一個追點追到了有沒有 第二個追點追到了 兩個碰在一起 就是雙追點 點下去之後呢 這個圖就畫出來 可是現在呢 標註之後呢 這個尺寸一定是不正確的 有沒有 54點起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呢 把它調整成它的寬 是90的話 只是把它放大而已 那這一題剛好跟我們等一下要遇到那一題一樣 就是說 如何把某一個尺寸縮小 或者放大 那這地方的話 我可以用比例 比例這個指令 比例的話呢 就是可以任意放大或者縮小 比例點下去之後呢 選物件 選它 然後按空白鍵 就表示你選到了 選到之後呢 接下來呢 他會問基準點 那我們假設基準點是在 這個好了 左下角這一點好了 任意點都可以 接下來的話呢 這裡特別注意呢 我要用的是 REnter 參考 這裡的話呢 R R參考 Enter 接下來他會問你說呢 你的指定的長度 指定長度 就是說你原來的長度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改變的是 從這邊到這邊 那這邊到這邊的話 我要先點第一點 再點第二點 第三個 給他新的長度是多少 90 所以我就輸入90 也就是說先給他舊的長度 再給他新的長度 按Enter 那你會發現呢 這時候呢 這個尺寸就被有更改了 就變90 這個重點再提示一下好了 比例的部分 第一個 這個假設我先把他還原到舊的 先選比例 點一下 把他選舉物件 按空白鍵 基準點給他 然後呢 REnter 就是參考 再來 舊的長度是從這邊到這邊 然後 輸入90Enter 這樣就好了 這一題就完成了 可以試試看比例的部分 那後面用到比例的機會 其實還蠻高的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 好 谢谢大家